您今年高寿 我1944年出生的 77 您是多大开始学这个被雕的 我49岁 是到工厂 到被雕厂去做 到被雕厂 从小就做这个东西 从小您还能记起来 最早是哪年 五六岁就开始做这个被雕 五六岁就开始做 那足足做得有七十多年 为什么那么小开始做这个呢 对 跟家里的老人学 因为过去我们是在海边上住 跟家里老人在学 还是家族传承的技艺 那我想问一下金吉先生 您现在跟金老师在学吗 对 我一直也是 从事这个被雕行业 我从小就在被雕厂长大了 就是然后呢 我从18岁开始就进入工厂 正式在学 现在也是三十多年了 也学了三十多年了 制作了三十多年 有传承了 有传承 好 后继有人 应该说是被雕有永久的历史 大连这个地方 就发现了汉代做的被雕 有汉代的被雕 汉代两千多年以前 有四个镇席 就是我们做起来 那个席子那个四角的镇席 镇席 叫鹿镇 做那个鹿的形状 上面就是做的被雕 是被壳的 而且这个呢 现在已经在做 国家一级文物 哇 现代被雕的发展 应该和电的处现 和这个设备的处现 在做了现代的被雕 因为过去呢 只是把被壳简单地磨下来用 有了电以后 就和被壳抛开 把所有被壳里边内在的东西 都表现出来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 金老师 比如像这样的 我觉得艺术品它非常的 其实它是有距离的嘛 它对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 是有距离的 那我在想说 像这样的被壳的工艺 它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量产的方式 让更多的年轻人或者女孩子 可以把我们这个贝壳变成一些 贴身的项链啊 戒指啊 或者是这种耳环 通过 现在有没有实现这种量产的 这种 我们现在就在做量产的 现在就有卖那个量产的 给我们每位女博士 一点送一个 这位马总呢 他们是做这个美妆的 然后他有自己的产品和品牌 就是服务这个年轻女孩子的 我待会加你一个 你联姻方式可以吗 我们现在可以合作 因为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什么 他们有供应链嘛 你有品牌嘛 就可以联合起来做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用这个最漂亮的贝壳 加上宝石 加上什么 做那种明星的那种鞋和那个配件 对 那我们必须可以合作起来 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 金老师 请您把您的两只手摊开 大家看一下 我们金老师的手 很粗糙 尤其呢 我近距离观察 十个手指上 附近都有一些伤口 一些小的痕迹 而且这个我看 也是刚 刚受的伤是吗 干活 干活的时候受的伤 其实我想说 老人家今年七十七岁了 仍然还在一线 为被雕这个行业 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而且还在亲力亲为 我觉得这种精神 无论是各行各业 都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去学习 太值得了 这才是真正的匠人精神 就应该像金老师这样 我也相信像这些光彩夺目的贝壳一样 中国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内容都会再次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再次感谢金阿珊老师和金吉先生的到来 谢谢 金老师 我要礼貌性地帮我们的企业家问一句 就是您今天带来的这些展品 有没有是可以拍卖的 当然我们非常尊重您个人的意愿 也是考虑到个别 这个像库尔特老师的经济能力 选择便宜 这种话 这个贝交话 我们两个贝交话 这也两个商量商量 这要选择便宜 我肯定买花瓶 这两个花瓶您能够参与拍卖吗 可以 您定一个起拍价 这两个花瓶其实不会太贵 不会太贵 这两个花瓶一万块钱差不多 一万块钱花瓶的起拍价格是一万元 一万零五百 一万一 一万二 一万三百 一万三 对 一万三 你零零出价一万三 一万四 一万四 马瑞一万四 什么潮汐你说什么六万 马瑞一万四两次 因为我觉得值真的值真的值 我不加了你拍走吧马瑞 好恭喜马瑞以一万四千元的价格拍到了被雕大师金阿山 为我们带来的这一对被雕花瓶感谢马瑞 也再次感谢金阿山老师和金吉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